我能全真的 全都 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咱们同学就算是毕业了 我听说已经有人 买了明天回家的火车票 也就是说从明儿开始 咱们再想聚齐 这不容易了 咱们从五湖四海聚在一起 那就是缘分 虽然咱们毕业各奔东西了 但是咱们大学四年的友谊不能吗 都给我听好了啊 以后 不管谁出名了 谁发达了 谁落魄了 谁出了国 都不能忘了咱们大北二零一届的同学们 谁要是忘了 就做班长第一个不答应 为了咱们美好的未来 干杯 干杯 大明 你要发达了 别忘了我啊 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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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别瞎说 露露露 还别瞎说 我呀 非你不起 好 好 老板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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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推不起来就行了啊 来 都推一下啊 往下放 放到底再往上推 推不起来就行了 大明 我们马上就要过 没有宿舍 没有食堂的日子了 也不能让父母每月寄生活费了 而且还得承担起养父母的责任 压力好大 突然觉得有点害怕 怕什么呀 有什么压力呀 毕业还不好 你是北京人 你当然没压力了 倒是我不能留在北京的话 那我们俩 我们俩怎么了 江青阳 只要有我在 别怕 江青阳 我可离我走来没走过来 我也害怕 江青 赵子 赵子 快点 快点 大明 看了吗 臭小子 你别气我 右边你也上来啊 你上来啊 太阳光 快点 帮你 帮你 你帮我 不 都管了 大明 我完全帮我了 快停一下 快叫韩如婷 停一下 让他回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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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这是我生日中最后一个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死也感谢你 你干什么你 你杀了 别动啊 别动啊 他朋友你 我死也 我死也 不意icio 男人 I'm here 男人 我给你 我给你 Maar 好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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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鸣 大鸣 回学校了 来人来了 毕业了 都散了 那咱们还得让个地儿躲雨啊 这么大的雨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啊 看个房间 好的 请收拾您的证件 有问题是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 呃 单人间 趴住 我不住 好的 你给我写两百万 你给我写两百万 你给我写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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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酒以后这么沉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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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哪呐 大鸣 你干嘛呢 哲 樹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就算几年咱们的一个长出危险了 我也不好悔 不成了 真的 你说什么 大明啊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看这妈的耳朵 我说我要跟小星小结婚 大明啊 咱别闹啊 昨天刚毕业 你别拿你妈你妈打场 没闹 我 不是 来 我介绍一下啊 蒋新瑶 你们未来的儿媳妇 叔叔 阿姨 等等 等等 我不同意 不是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你今天早上没喝酒吧 还没醒呢 吸着糊涂你说胡话呢 你说的是什么呀这是 我没喝酒 我说的是正经话呀 我要跟蒋新瑶结婚走了 你敢 我 那谁 姑娘 要不你先回去 结婚这么大的事 再怎么着也得 让我们商量商量 再说了 你也不愿意这么草率 你就嫁在我家大明吧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吧 我们俩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是认真的 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大明 他们以后先回去 来 哎 行 妈 你这看什么样 你 行 你看看看看 突然 是有点突然 别着急着 妈就那样 你没往心里去啊 我没事 你生气了 没生气了 我去活动了 我等你 我要你好好说话 你别跟你吵架啊 那我 妈 我说你今儿怎么了 我把人都领家里来 你一点面子不给呢 你为什么反对我们结婚啊 为什么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你刚大学毕业这第一天 你就跟我们领婚一媳妇 你知道结婚是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结婚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不是 我怎么不知道啊 结婚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受得法律认可 最后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结婚只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 户口本 第二 身份证 我们说错了吗 爸 哎呦 儿子 你说的也忒轻松了吧 你以为把那结婚证一领 你们就算结婚了 那我问你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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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结婚办不办酒席 办 不宴请宾客 请 你们结婚以后住哪儿 住 你没工作吧 我看他也不像是有工作的 你们俩吃哪个棒啊 啊 你们俩成天就 你爱我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你们不吃不喝 成香啊 我可以先结婚再找工作吗 再说了 我现在这不已经去应聘了吗 现在就等消息呢 哎 这样好啊 那咱就先找一晚宁的工作 然后再结婚 这也不迟啊 她肯定是被那丫头 洗过脑了 要不然 她怎么不说别的 她就想着结婚呢 你认识吗 妈 听我说 新药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儿 她好不好 我妈不知道 不过啊 她们的家庭情况 你了解清楚了吗 了解了解 跟我说了 你不能光听她说吧 你应该自己啊 去了解一下 当了解清楚了 你再做决定呢 也不迟嘛 我看你就是发神经 我发什么神经了 我是经不深思熟虑的吧 哎呦 我爱蒋新药 我就要跟蒋新药结婚 我不同意你结婚 你不同意我也结 你敢 哎 这什么 烧肉 什么都会弄到你 你就看什么 你看什么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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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同意我也结 你又被骚扰了 你哭什么呀 在哪呢 好 我马上就到 小凡 他人呢 他人呢 在楼上呢 他又把你怎么着了 我屁股 走 找个去 别去了 我已经辞职了 是你自己辞职 还是他 他调戏不成把你给开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如果是他 因为他调戏不成把你给开了 那我更饶不了他了 是我 是我自己辞的职 你呀 大鸣 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别反对啊 要不然咱们俩结婚的事先缓缓吧 别因为这个事跟他们吵架 他们不是气 他们这是气我呢 我妈今天天天跟我唠叨 说毕业以后找一个好工作 娶一好媳妇 让她赶紧报孙女 你猜这叫什么 她这叫婚前恐惧症 我没听说过当婆婆 还有婚前恐惧症 我妈呀 盘盗抢走了 记骨 他会不会对我不满意啊 不能 不能啊 这 你第一次见你怎么会呢 就是第一次见才有意见嘛 估计也有这可疑 不管她了 结婚是咱俩的事 咱们自己说了算 哎 要不然 你先跟我回我家 见见我妈 见你妈 嗯 也行 想让我爸冷静两天 不能再来再跟她打 估计这是我爸 就是做她思想工作 嗯 我爸那个人还是挺好相处的 我妈也好 你要是顺着脾气了 对你好着呢 真的 咱们什么时候回我家 啊 啊 那咱们现在就去那边 啊 要我说你就是太懦弱 他敢摸你屁股 你挥身就是一大嘴巴 你抽了他 你看他以后还敢欺负你吗 我 你这样有那性格啊 也不会有这么多事啊 你现在咋子怎么办呀 我能怎么办啊 从毕业到现在 凡是一事无成 我都换了三家公司了 老板不是拿我当花瓶 就是对我居心不了 谁让你长那么可爱的呀 你就不应该去打工 你应该从小就去当同行的 你怎么还取笑我呀 我不笑了 咱慢慢找呗 这家不行 咱们再找一家 哪那么容易啊 我学历也没你高 我也想去外企 人家能要我吗 我就是特别想问你一句 咱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 咱能不能硬起一回 我尽量 走 算我没说 我真是服了你们 给我喝咖啡吧你 我说他爸 我觉得吧 肯定是蒋星瑶那丫头 勾引了咱们家儿子 我叫这姑娘不错 没什么谁勾引谁 你知道什么呀 那蒋星瑶她是外地人 她毕业以后 她得工作她得生存吧 现在这工作多难找啊 她找到了咱们家儿子 她就等于找到了 一长期的饭票 什么后顾之忧都没有了 别说那么难听 怎么叫难听啊 这叫话操练不操 反正我看这意思 咱儿子是铁了心了 恐怕这接受不了 也也不成了这个 他铁心哪 我还铁了心哪 我不给他钱 他过不了我这关 他就甭想结婚 你这不较劲吗你 这怎么叫较劲呢 我这是为他好 你说现在这社会压力 有多大呀 他现在就背上婚姻 这么一大包袱 他万一哪一天 他受不了了 后悔了 你说这怎么弄啊 这怎么办啊 受不了就离别 这像你当爹说的话呀 口误 口误 对不对啊 那婚离婚那不是儿戏 是是是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在这件事情上 你必须得跟我保持一致 一致 咱俩绝对一致啊 不给他钱 我看他拿什么结婚 要发婚去吧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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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了吓死了 哎呀宝贝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回家呀 路上堵车了 我来晚了 来晚了 来来来 妈 这个就是大明 阿姨好我叫王明轩 大明你好 那咱们走吧 那行那咱打车吧 打车多费钱呀 我们家进 咱坐公共汽车就到了 您不是过来说堵车吗 对对对 坐什么公共汽车啊 坐了半天的火车多累啊 打车吧 哎呀 打什么车呀 你看看我 上班才不到半个月 就又被开了 我都不知道回家 我该怎么跟我爸我妈交代 没事 这不有我的吗 这谁的车呀 停在这儿 真够讨厌的 谁的车 能把握一下吧 来吧 哎呦 真是 姐 你看那有个人影过去吗 会不会是坏人啊 不能吧 这大盘天哪有什么坏人呀 姐 等我 我去找人看个帮帮我们 哎哎哎小凡 谁呀 你拍什么拍呀 你个流氓 你个色狼 你个染黄毛的小流氓 我不是坏人大姐 你不是坏人你拍什么呀 你拍什么呀给我拍吧 对 我就拍个照 你就说我是坏人 有这么冤枉的事吗 你怎么不是坏人啊 那你拿这照片机偷拍女孩干嘛 就是 哦 我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是个摄影师 真的 这是我的名片 我不是坏人我是摄影师 这是我的名片 文浩 叫我文浩就行了小姐 不是小姐呀 你会说话吗 妹妹 我觉得我应该比你大吧 姑奶奶 行吗 姑娘 这走行了吧 别贫了 你有什么事啊 哦 我要拍一组 关于都市青春百里女性的照片 我觉得她特别合适做懂模特 真的 特别适合 行吗 嗯 哦 可能我这样邀请你们 可能觉得有点貌美是吧 你别害怕 这个名片上有我的地址 有我的电话 你可以让你这位朋友跟你一块来 你看她刚才那几下子 其实挺矫健的 谁矫健了 你会说话吗 那 我们想想吧 行 谢谢 我现在马上给你们挪车 你的车呀 说你停这儿干吗 你不找妈妈 是 对不起啊 再见啊 再见 等你们电话啊 这个人呢 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你还真想去呀 走吧 你车队里面是不是就有缺心眼啊 让你上早班就上早班 他们怎么不上啊 年轻子不是小陈平时能说会到的 怎么不让他开早班车啊 咱多上 领导考虑的早班那个事件和路况都不太好 小陈他没经验 我老司机了嘛 经验和技术人信得着咱们 那领导要呼你两句吧 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这会儿拿你当老司机了 那老孟不也老司机吗 他怎么不去啊 老孟不睡就那了吗 和你们这一撤队 就全都指望你一个人 早就下班了吧 怎么这点才回来啊 哎 你你要是不好意思说 他们让你上早班也行 咱得给他算点加班费 咱怎么不好意思张作严啊你 干嘛当着冤大头啊 怎么着 妈 我那个工作 洗手和吃饭 一会儿都凉了 哦 别跟这儿愣着 哎 老张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不好意思我去跟他说去 你上考班可不是你一人啊 我跟着一块儿早起 你就告诉领导 你就告诉你说你眼神也不好 身体不好 这不骗人吗你 那行 那咱们就心甘情愿当冤大头 哎呀大明啊 哎哎 别客气啊 阿姨做的饭呢 没你妈好吃 你就凑破吃吧啊 看您说的您太客气了 今天您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都吃不完 今天有口福了 大明啊 嗯 你和星瑶毕业了 那今后是怎么打算的呀 妈 我们想 我们 我们 我们想 我们想先结婚 结婚 妈 我们是真的想结婚 不是闹着玩的 那 大明 那你们俩的工作都找好了吗 还有你父母知道你这么早结婚能同意吗 哎呀 我父母早就见过星瑶了 特别喜欢星瑶是吧 嗯 工作的事您也放心 我正在找着 那马上就要落实了 星瑶这不是要考研吗 就先没找工作 我们俩想着先结婚之后再落实工作的事 哎呀 大明啊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从小到大我最疼她了 我把她交给你 你可不能欺负她 哎 您那是 妈 妈 嗯 你同意了 她同意了 那个 阿姨 我我敬你一杯阿姨 阿姨 您您坐 您坐您坐您坐 我说两句心里话 嗯 我知道 您含辛如苦把星瑶瑶拿不动 但是阿姨您放心 我王明轩今天向您保证 您把星瑶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星瑶 我绝对不会辜负您 我绝对 我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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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慢慢舍他了 我 我 我干了阿姨 你随意吧 我来 我来 不好意思阿姨 我来 我接个电话 我妈 去 去接吧 来 给你妈问声好 来 来 来 我说你这臭小子 你行啊 那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给我打电话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啊 那个妈 你说什么我信号不太好 你甭给我装啊 我我我说你这里边的杂役 怎么这么多呀 我跟你说我信号不好 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你快回来 妈妈有话跟你说 我在外地呢 你在外地呢 你你你你跑外地干什么去了 我在信号楼家呢 哎 你跑那干什么去啊 喂 喂 喂 哎妈我听不见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让我负责打电话吧啊 我说了 喂 又怎么了 哎呀 你儿子有能耐 嗯 好心也往他们家去了 见他父母去啦 啊 大明啊 哎呀不好意思啊 今天你得在这儿 撤破一晚上 那我要帮你付 那个 阿姨你家有WiFi吗 啊 哦 网线 哦 阿姨总不上网 所以家里也没撞网线 哎呀抱歉啊 哎呀抱歉啊 好好 大明啊 哎 你今天就别上了啊 回去我陪你打游戏啊 还是老不懂事 哎 行了 那咱们今天就要早点休息 啊 大明 明天阿姨带你上街走走 啊 啊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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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понял 那大明真的要娶你呀 你什么意思呀 不是同意了吗 我没反对呀 我就随便问问 哎呀我对大明是太满意了 你说他是北京人 北京户口 北京肯定有住房 你要跟他结婚 就不用上外面租房子住了 是吧 你也可以落户在北京了 将来和大明生个儿子呀 那孩子也是北京人多牛啊 就从这点 妈 举手赞着我 我和那明结婚是因为我爱她 她也爱我 您说的这些事我可没想过 那我得替你想呀 那明这孩子人真不错 很实诚 可是我觉得 身上就是有点瘦也稀奇 咱们从那火车站出来 明明可以坐盆木机车 非得打地打地多个月 也不少监狱 不过这都是小事啊 妈还是支持你们在一起的 打个车就是少爷脾气 妈 等我结完婚安顿好了 我就把您接到北京啊 妈感情好 那大明能同意吗 他当然能同意了 到时候你们俩我都能照顾 那多好啊 喂 喂 小凡 什么事啊 我想试试啊 试什么呀 那照相的事吧 你看那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你别搭理他 我觉得他态度还是挺诚恳的 要不然也不能给他名片啊 态度诚恳改名片 就可以是好人吗 你太天真了吧 不是 我要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辞职了吗 现在也没有薪水赚 我要是真能给他当个模特儿 顺便再赚点钱 也挺好的 然后 我也就好跟我妈解释我辞职的事 他就不用再跟我唠叨了 那天给我打着电话 是什么意思呀 我 我自己不敢去 我想让你们陪我 这张小凡呢 我乍童是不是上辈子 我欠你那我 那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没招没招的 行吧行吧 那我明天陪你去 明日再联系吧 先挂了 你说我容易吗 上辈子欠你的 啊 我妈对你可满意了 连护股板都给我带出来 你家呢 我什么态度你还不知道啊 我取定你了 我说的是你妈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咱俩结婚谁说了也不算 不行好了 咱俩这时候再拿祸快 可别去 啊 你要真这样把婚结了 你妈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那你说怎么办啊 我说 我说 我再去见你妈一次 尽量能让她改变一下对我的看法 要不然我去你们家做顿饭吧 我会做饭 还真把自己当瘦气小媳妇了 我向你保证 只要有我在 我妈只有子鞋的分 走 我去 江新谣 我去定了 我不同意 不同意我也去 我坚决不同意 我去 你怎么就不理解爸妈的苦心呢 你刚毕业 没工作没收入什么都没有 你要是结了婚 你这负担有多重啊 再说了 江新谣他们家是外地人 你们结婚以后 他们家亲戚 三天两头就会跑到家里来 吃你的喝你的 让你帮这个帮那个 我说你得多累 你还不得累死 你怎么只看到婚姻的负面影响 怎么拨好的一枚看 我和江新谣结婚了 我有家了 我生活稳定了 有人照顾我了 我工作起来才开心啊 而且 我有家以后我有压力 我就会更加努力地去赚钱 再说了 人家江新谣不是找不到工作 他妈生活也挺稳定的 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就他妈一个人 我也没什么压力啊 怎么就不能结结婚啊 你光看这正面 那负面给谁去啊 你以为这单亲家庭 它就简单了 单亲家庭 一点都不简单 你们俩一结婚 他妈妈 名正言顺的就可以住过来吧 那我问你 你有条件安排你那丈母娘吗 想太多了 我倒是想的不多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爸 自从蒋新谣知道 我妈反对我们结婚 人家就一直劝我 让我跟我妈好好谈谈 人家还想主动到咱们家来干活 就是为了能够 将去你的同意 在家凭什么这么对人家啊 那你们两个人 也不一定马上就结婚嘛 现在这婚姻呢 必须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没有物质作为保证 这婚姻一推就倒 我这可是为你好 也是为她好 只要我跟蒋新谣结婚 我就算撞得头破血流 我也不来找您 行吗 你臭孩子 你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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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糊口本呢 送你大舅家去了 爸 你怎么这样啊 你想学那电视剧 自个儿把糊口本拿走了 然后就登记 我还不知道你 行 这婚我结定 神远担不住 你坚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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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和他结婚 你又别想进这个家门了 我说你干什么呢 你这是就光看戏的 你怎么也不说句话呀 你真是的 你真是的 讨厌 没法说 我这 你怎么来了 这 别动手动姐的 伸手脚筋的姐姐也来了 今儿穿得真不一样呀 她是我妹妹 所以呢 我就不再过来看看 不要就怕你动手 弯一脑筋 我在你们眼里 有这么变态吗 你以为我又没当模特 准备给她多少钱呢 钱 难道你还想白照啊 不不不 白照怎么可能啊 两百 走 小白 不给她想 好商量好商量 好商量是多少 五百 但我有个要求 这模特 得还成你 我妈这招太绝了 竟然把户后本藏我大舅家 是吗 你说 谁给她出的招 那咱们是不是不能结婚了 谁说不能呢 能 可是 光凭我一个人是不行了 我就请求外援 请外援 我找了个厉害的主 给咱是一笔杀器 谁啊 我发小 你哪个发小啊 我看到女孩眼前我就是都不对了 别别别 这么多年了 你们是什么孩子 别打了 别打了 喂 这就是小嫂子吧 几天不见 你功夫尽少啊 一直多有恋 咖啡汁请 好的 请稍等 追了四年终于是追到手了 听说还在游乐场上演了生死失速 好浪漫 好感动 这小子一张嘴没什么正经话 我发小离心 他爸跟我爸是战友 我们俩从小一军事大院长大 他爸后来下海了 我爸去了机关 他爸做生意发了财 这不成富二代了吗 前两年一直在国外混 这不拿了个野鸡文凭高回了吗 能不老挤的我吗 你好 蒋静瑶 你好 李欣 叫大牙犁就行 大牙犁 瞎给我起的外号 多浮你那形象气势啊 原来还琢磨着叫牙广黎呢 说正经了 真是来让我对付你妈的呀 看来 通过正规途径是很难 跟我妈这种霸权主意对话了 所以必须把你找来 给我出一个歪主意 合着你找我来 是来出歪找的呀 正经的你会吗 不会 我们俩说我去趟洗手间啊 行 又胖了你 别看了别看了 没听说过 长嫂如我 正要隔离钱 你就得给他跪下 行跪拜大礼知道吗 一别儿急 你真要娶她 我是认真的 不是 兄弟 你刚刚大学毕业 即将不如画画世界 青春年画风华整梦 血气方钢 风流涕 我就想问你了 你真为了这一棵小桃树 放弃一整片森林 那森林再大树再多 找着一棵核实你的不容易 我这不才找着吗 我必须得珍惜啊 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刚刚爬上第一棵树 你觉得它适合你 问题是你还没有爬上第二棵树 你怎么知道第二棵就不适合你了 你就是有一整片原始行为 你树再多了 有一棵树敢为你掉叶的吗 蒋新尧敢为我玩命 你能找到这棵树吗 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了 好吧 我只能对你这种不理智的行为表示 恭喜了 我谢谢你赞加 你不用客气 既然你都这么坚决了 那问题出在哪儿 我亲妈 你干妈 她不干 所以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就是 你亲妈 我干妈 没错 这话算说到点了 到什么程度了 我妈都把户口本偷走 藏到我大舅下去了 你说到什么程度 这么严重 你以为呢 滚 我告诉大家林 改年给我出一种 奖心要我取定了 听到没有 给我找个既有效又速度的方法 让我妈答应我取奖心要 听明白了吗 这忙你要是帮我了 我谢谢你一辈子 最快最有效的 那点行吗 没问题啊 那就 以此相逼吧 我这次拍摄的主题呢 是白领丽人 原先我觉得小凡挺白领的 可今儿我一见了你 你简直比白领还白领 真的 再加上那天那身手那气势 活脱脱一个白骨精 你是黑山老妖 这白骨精是赞美 白领加骨干加精英 五百 照不照 你小子别犯坏啊 这光天化日的姐姐 你们俩人我一人 我犯什么坏啊 照就照呗 但是那五百块钱你得照给 陈娇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什么 国外网站上买豆腐涂药 吃完就涂 那样跟喝了滴滴味似的 但你放心 绝对没有生命危险 这没副作用吗这 什么话呀 我能害你吗 国外学生都拿着逃课用 是不是有点过呀这个 我不可以觉得 要不算了吧 我都会有点害怕了 不 现在不是生命成可归 爱情价格更高吗 不是为了结婚 为了逼你妈妥协吗 这点罪你都受不了 谁豪言壮语的 还逼着我给你出主意 怎么关键事跟你就怂了呢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 这你吃我这样 是你那样做的 快点 我吃 你回去你想 心里没底的东西不能吃 行行行 你记住了 如果我们以前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以咱们俩爱情而死呢 大明 你都死了 还什么案情啊 大明 你别管我 待会儿你这事我一定得吃 大明 从这一刻起 你就是我呕吐的对象 偶像啊 你去 哎 走吧 一会儿他一上劲 你就打120 我就给大家去电话 啊 变快 又烦了 这么快 啊 静观其变了 来 大明 没那么快 是你心理作用吗 怎么样 你把我姐拍的真皮要亮 我是专业的 这张还好 来 给你的费用 谢谢啊 不点点啊 不用点 拿着 他本来就是冲你来的 拿着啊 哎呀 这次我为了拍美 你还肯不会大发了 怎么了 我们老板呢 只肯出两百 这其余三百 是我自己套的腰包 你们都要一分 我都给不了 你们搞艺术的 虽然穷 但是还挺肯花钱的嘛 那等 艺术能用钱来衡量吗 对 等到照片出来以后给我一份吧 好啊 我请你吃饭 就算是谢谢你的慷慨 那你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 照片出来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好啊 不然我带着明镜呢 给 我电话在上面 打这个就行 喂 干嘛呀 大明自杀了 对啊 不不不 没死没死 那个 我们现在正去包围抢救呢 您可干那块儿来啊 好 好 拜拜 干嘛呀 为了爱情 很瘦 甚至有很干的 好 我不能 我不能 但我 是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